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 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很高兴又再次请到 我们立法会的前主席 曾玉成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多谢你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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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个人说 又请周六成 我也是这样说 周六成多话说 我想他又肯来 很久之前来 下次我不肯 你真是 真是 主席 其实太多话说 都不知从哪开始 但是当然要开始回我们 因为叫议会内外 现在就好像议会外 因为我们民主派那些 都出去了外面 今天又有个建制派人跟我说 他说那班建制那班 他还不要做一场好戏 否则真是很大 我同意 我今天访问周六成 他说你问周六成 看他们怎样做一场好戏 对啊 你说 以往那班人很欺场 不是怎样做的 那又是赖这班人 那现在就没有了 没有欺场 我当然不会欺场 老实说 虽然我已经 我和你都离开了议会 但是我都内不久 也有 看一看 看一看 我没有啊 我很少见议员 真的很少见 但是我看新闻 偶然看电视直播 即是立法会的情况 我当然要为我的党友 和建制派辩护 你为什么呢 一定要 可不可以公道一点 做人 所以我要说公道话 不就是 一定要为他变 你不能只听一遍的说话 你公道吧 你讲 我讲公道话 他们也不是欺场 但是 有心无力 对不起 不是 你过一段时间 你不如看过这几个星期 即是十月復会之后 大哥 你天天不停点人数 你说公道 大家都要公道一点 泛民的议员 即是你的党友说 你坐在这儿 泛民人是怎样的人数 大哥 但泛民人都走光了 你不要惹人家走光了 你坐在这儿 不是没有一次都没有一点 不要说八十次 八次都没有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 喂 你是保抗党 喂 那就不对 你为什么泛民那些 天经地义都走光了 你我都知道 兄姐 每次那些人 包括建制派的涌顿都骂 为什么这些议员 每个月拿这么多人工 不坐定定开会 为什么 但你和我都知道 不是坐在这儿才做事 我们这个议会 大家都一直过来 都知道我们的传统 不是开会 每个人都坐定定 不是这样的 别说 人家真的不用坐 真的不是 除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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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不是 英国真的 英国 早几年我去下议院 跟议长John Berkow 跟他谈 我说你是不是要常常坐 我说我没有空 为什么他常常坐在这儿开会 就是他很多个副手 没错 他说我没有空 不是常常坐在这儿 议员来说 你也知道 兄姐 大家星期三开会 星期四开会 不在会议厅 不等于偷懒 不等于不做事 主席 你不要撐去那儿 我问你 你那群议员有没有能力 当然有 当然有 你不让我解释 你在那里撐去 什么拉布 他有什么能力 这是事实 老实说 硬好能力的人觉得 我坐在这儿 一不就听你们这群党友 拍桌子 骂政府 怎么可以站起来说话 老实说 你们无理取骂 一不就在这儿点人数 他觉得浪费青春 觉得浪费生命 浪费生命 浪费生命 人生不是这么过 他就找些有意义做 好了 你看 我同意的 公开我都说 你刚才说 你说什么建制派 我对 现在的压力 就在建制派身上 我听着 在你那儿 在他身上 大家看 以前你就可以赖 因为泛民 不停地点人数 因为泛民 只是搞搞阵 不能表现 好了 现在给你全场 给你表现 给你表现 给你表现了什么 还有这个 很有趣的 我自己觉得 整个议会的生态 是会改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往 我都做过 做主席之前 我都做了十年八年 这个保皇堂 不是保皇堂是什么 大哥 那是怎么样 大哥 我坐在说 你们拼命指着官来骂 那你就起床帮我那些官 我为什么要帮那些官 那些 你是保皇党 大哥 你反对党 那你们叫 你们叫 不是你们叫 事实上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不是政治学 所有政党 包括民建联 都是反对党 为什么呢 政府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组织的政府 对不对 市民选我们进去 就是监督的政府 那你做得很差 如果你监督 但是坦白说 这件事 就是我们的党员觉得 喂 现在 你们这些人在无理取骂 喂大哥 那你就起床骂他 对 义政慈严 你说得对 你骂到你骂到我民建联的犯 我一定起床骂他 如果罵政府 关人 但你在骂那些官 关我什么 喂 那应该那些官 起床顶回头 对不对 主席 现在就行了 现在整个墙都给你了 所以 所以 建制派 它都要扮演这个监督政府的角色 那我在这里 就对政府官员说 不是凤子的 林郑也说了 林郑也说了 好像出来的记者会也说了 我不会认为 什么政府那些 那些议案 所有建制派 凤子支持 他都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支持 他会很兴奋 明明啪啪啪 一日三度大湾区投票 明日大雨一日三度过了 对 很兴奋 是 你猜市民兴不兴奋 那看过什么 再去大湾区投票 如果过了明日大雨 未必一定市民很兴奋 林郑当然很兴奋 所以这件事最好 就是让大家来看 主席 每个人都看着 看着你整班建制派 如何主演 对不对 主席 你说林郑月娥 她是看了你们很多年 你老人家 千多个月就出来爆 就说林郑就跟你说 喂 民建联也没有培育人才 帮我们政府 对 她不是第一个说 不是第一个 就算你的人才不是帮政府 你都在议会表现 小鬼等到现在 人家都走了 你才表现吗 是不是 主席何时阻挤你们表现 你们的党友 我们怎么阻挤你 整个场子这么大 你们的党友 我是党友可以阻挤你 当然了 老实说 现在的人说 你怎么阻挤你 现在的人说 有些评论家说 哎呀 没有了反对派 没有了泛民 就完全没有了 议会的质素 没有了 是不是 没有了 我说 麻烦你举一个例 哪个反对派 哪个泛民在议会发言 做过一些有质素的发言 我想她真的要找一段 有质素的发言 轻姐 不是说我们自大 数到十年前 真是 公道地说 老实说 哎呀 你在这里 我不好意思说 就算 现在你们的党友 都不是第一天做 有多少有质素发言 拍摊摊摊摊 骂摊摊摊摊摊 骂摊摊摊 这些叫做有质素吗 你不死也没用 这些叫做有质素吗 哎呀 真的 是不是 我们这些老人听到 只能够喊声嘆气 是不是 好 对 现在就行了 现在墙在这 我就期望听到 有质素的发言 记住 大家看还对 没关系 以本来外都可以有质素 对 有个建制派跟我说 他说 这么多建制派跟你说话 你也来 就是因为你来 他们才敢来 他说中联办最近 跟他们有些说 跟建制的议员 第一 一定要准时 不要迟到 因为这么少人 迟两迟 就留会了 要坐定定 他不懂 他不懂事而已 大哥 你那些党友不在书 怎会留会呢 不是 不是 我相信中联办 都挑通眼眉 都知道有些人很懒惰 你这些人都走完 你一定会留会 怎会留会呢 你都知道 走完都不会留会 他怎么会不会留会呢 你没有人点人数 就不会留会 怎么会留会呢 你又说 喂 喂 有些是比较顽皮的 你们自己那边 都有人自认是顽皮的 那 那 就是 有个官员站起来 怎样人数 都试过 机会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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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回头 我做了这么久主席 最真是 惊惊那次 是 謝慧俊 他说什么 幸好他没有真正做 他说 其实 如果有人出来司法覆核 说立法会回归以来 通过每年二十几条法案 回归以来通过的数以百计法案 绝大部分是不合法的 为什么呢 他说通过的时候 不够人数 不够人数 因为大量 没有争议性的法案 但是没有人 在当时怎么发言 叫謝慧俊 喂 主席 总议中联办 就是跟他们说 中联办很多事情是忧心 不过我们现在社会 更加忧心 就是现在这个局 那怎么办呢 主席 我相信你从一个角度 你当然很开心 那班人 让你那班人去表现 能否表现得到 真是没人知道 但是香港怎么办呢 中央说 而且有人跟我说 喂 陆续有来 因为去年11月的四中全会 已经定了立国安法 以及定了很多事情 定了很多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些白纸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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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逐样去数 那些白纸黑字 那些白纸黑字 我们很快的 我们做得到 国安法 就是两点 很觸目的 四中全會 叫做完善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任免的制度和機制 可勸可點 最近人大常委決定 不僅是適用議員 又適用官員 適用法官 適用區議員 適用公務員 這次的決定是立法會議員 因為她說明是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其他事情就不說了 還有甚麼 你剛才問 接著怎樣呢 老實說 你說的公道說話 大家認真看這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結果是所謂DQ的四個問題 那四個人是甚麼事呢 那四個人是她在報名參選第七屆時 被選舉主任DQ DQ的原因是兩個 一個是尋求外國勢力去制裁 中國不制裁香港 這個在今天來說 我認為北京最介意的 郭佳琦說她完全未去過 那又端端又中 郭佳琦未去過 她很順 她很順 她簽名的 是被美國參眾兩院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議員 那郭佳琦也簽了是嗎 不是 整個公民黨都簽了 那就是 即是DQ不撤 沒錯 是第一批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因為她是7月30日公佈第一批DQ 現在那四個就在這第一批裏面 所以她7月30日開始說她喪失已籍 那當時 第二天林鄭就出來說 跟著林鄭出來說 一退的意思 她解釋 林鄭和鄭若驊都解釋 即是說這次選舉取消了 即是9月6日這次選舉取消 那些選舉取取消了 那些選舉取消了 其他人就沒有了 但林鄭也出來說 如果中央延長一年 大家一起做 不要搞那麼多事 當時是這麼說的 現在又推翻 現在又說當時是不符合政治論理 那她說是一個憲制的矛盾 她覺得不太自在 即是好理念 就是這樣 先說 我即是說 現在那幾位公民黨的議員 其實在選舉主任DQ他們 是兩宗罪 一宗就是這個 射得封信給美國 另外一宗 因為你記得當時所有泛民 不只是他們 所有泛民參選第七屆立法會 都出來說 三五家 三五家 當時每個人都出來聲明 如果我們 因為他們 就覺得是在支持五大訴求的市民 的支持之下 他們才會贏到議席 所以她說 我們就會用盡一切辦法 如果政府不接受五大訴求 我們就所有政府議案 包括那些法案 議案什麼預算案 全部都是我們投反對票 當時這樣說的 那些又是白紙黑字在那裡 當時選舉主任是這兩條罪狀 一條是尋求外國干預 第二是無差別地否決政府議案 這次人大訴求的決定 又列出了四大罪狀 沒有無差別地否決 所以很有趣 我聽完林鄭的記者會 就是來解釋這個人大決定 有記者問 有些人問這個 為何你當時不叫中央出手 是否因為過去這幾個星期 你見到泛民博民拉布 林鄭說不是 不只說不是 他跟著說了一大篇說話 是跟拉布辯護的 那即是怎樣 他的拉布是沒有事的 不過說到最後才會繞一繞 拉一圓半載就不好了 所以證明甚麼呢 證明中央在處理這件事上 他最主要針對的就是這件事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美在打仗 雖然不是飛機大砲這樣打 日日幾乎都在咬手掛 你作為香港的議員 走去叫美國的議員 快點通過這條法案 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 北京不就覺得 你這樣怎能讓你在這裡 我知道 你去年8月又給 你去到10月11月又不給 中央為何解釋 當時我記得譚耀宗和你們是葉國謙 就猛的說不准他們去做 那麼葉國謙還說 再選過 選回這條的議員 即是你和我又選進去 你又發瘋了 那只是誤任 他已經說到青筋暴言 證明他講自己的個人意見 沒有發生 我不知道 因為整件事 我亦都沒有內幕消息 亦都沒有任何人徵詢過我的意見 由押後選舉 至如何延遲 但除非有內幕的事 如果你看到表面的事實 的確是這樣 8月份的時候 人大常委會說 你問甚麼 當時林鄭問的就是 阿Sir 我們現在做不到選舉 選舉要押後一年 這一年內 沒有立法會 怎麽辦 是這樣的 你問我這個 我便回答你 這一年沒有立法會 正在做的 就繼續做 不是的 主席 很簡單 我都沒有來無消息 但我聽到 當時已經不妥那幾個 誰不妥那幾個 當然是上面 為何不知 但林鄭真是爭辯的 終於被她拒絕 那現在呢 林鄭又轉太 現在就是上面轉太 轉太後還好笑 你吃了它 你要說是你上來 要求我們去解 我不知道 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 主席 很死 大家不知道 你又猜我 我猜 但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你會覺得 中央政府看著林鄭 喂 選舉 選不到 又要我們幫你搞 現在 又說不知道那些人 是否違反政治倫理 你又要我幫你搞 你施政報告 又好像沒甚麼了道 又要我幫你搞 你要通關 現在我想你通 你又搞不定 又沒有清零 喂 你覺得中央是否 不是我猜 是那些事實放在那裡 你覺得中央如果是看到林鄭這樣 你還怎樣搞 中央如果看到林鄭 就是對著鏡頭說 中央政府 最信任 中央政府 完全信任我們行政長官 我們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一定這樣說 喂 他這樣說有沒有人相信 好像你自己那次都說 林鄭說甚麼 你有沒有人相信 就是我相信 你全香港也不相信 我不是相信 你全香港也不相信 就是你相信 不是我相信 當然是相信 喂 你看見他這樣 走上去北京 那時我記得有一次曾蔭權 不知道走上去 在溫家寶見他 溫家寶對著了幾天 他要乖 那時也要乖 這個還死 幾個月上去幾次 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了道 他出施政報告 喂 你覺得真是 你說我們香港是不是很慘 有這樣的人在管 搞到這樣 要乖 整天上去問北京拿東西 應該要來廣東省 那為何要這麼看 你們都有今天 不是很多年前 我們經常說 跟你們一樣那樣 你們全部都不拒絕我們 那不是的 老實說 就是 香港如果對中國 是真的沒有 沒有作用 沒有貢獻 變成一個負累 中央也都 有些事情都採你 都浪費氣了 你說我們行政長官 經常問北京拿東西 那北京為何要 應該要招呼他 應該要支持 因為做這些事情 如果真是能夠幫香港 就是那個一國兩制 站得穩 拿得回別人的信心 這個對國家是最好的 這個最重要 對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對所謂香港的前途 香港和這個國家的關係 我認為最可以依靠的就是這樣 中央政府 習近平 我們依然希望 依然盡力去能夠維持到一國兩制 在香港行動 喂 你就說維持 如果他發現 你們的黨員 很多人就覺得沒有了 但他們說了很多次 那句說話 一國兩制易死 一國兩制荡然無存 近期好像說完又說了很多次 死了很多次 那也不要緊 如果死了很多次 以後還有很多次可以死 現在還未死 所以沒有問題 就是等各人去判斷 老實說 你說一些商界 你說一些專業人士 走得都走 他們最聰明的 他們都最 如魚飲水 他們知道的 如果真的看到沒有希望 一國兩制 那你留都留不住 老實說 喂 你不是覺得 現在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很多市民很憂心嗎 是 我也憂心 你也憂心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要做些事情 我們又不是要搞獨立 我們又不是要搞暴動 又不是要搞什麼革命 我們要上中央政府 抗手承諾 好心 我們不是要搞獨立 不是要不要去找美國佬 拉著美國佬三美 誰拉著美國佬三美 你這群人整群泛民 你瘋了 我從來沒有去過華盛頓 還要有理論 這條叫做議會線 那些叫做街頭線 那些叫做國際線 嘩 說了大論議論 我要怎樣搞國際線 那國際線 沒理解我是國際事務委會主席 主席領明 我們跟國際社會說的 你不是叫我不要說 對 你跟國際社會說沒問題 對 很多人都跟外國在香港那些 那些領事各樣 那些領事各樣 那沒事 你不是叫他走 麻煩你快點通過法案 制裁香港 不是這樣 大哥 你說都藏著說 公開一書 呼籲人家走來制裁你 哎呀 誰會這樣 那制裁是否令你很痛 你覺得 我又不覺得 你不用這麼緊張 如果沒事 這就是政治姿態 就是這樣 老實說 你美國走出來說制裁 香港這班人 香港這班人給你點名制裁的官 怎麼說 一定像林鄭 李家超那樣說 你越說制裁 我們要立場堅定 捍衛國家的安全 當然是這樣的 你怎會有作用 但這就是政治 沒有人發 我們希望香港人很珍惜的自由 人生安全 法治 不要全面摧毀 因為現在 很多人都覺得很危險 又不知誰何時被拘捕 又不知怎樣 甚至送回大陸 這就嚇到神經 這件事雙方便 我完全同意 我亦都是這樣看 我們香港很多人珍惜的自由 法治 千萬不要全失 反過來 從中央政府來看 這麼珍惜的 百多年恥辱 香港 1997年回歸 恢復主權 行使主權 中央一定不會被主權 受到任何損害 所以所有其他事都可以 但你現在說 要獨立 要什麼分裂 你自己也要公道一點 有多少人 尤其是我們議會政黨 有誰說要獨立 除了梁振英 經常這樣說之外 難道你也學梁振英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誰說要獨立 你在去年的反修例過程 那些搞獨立的人 有比較老實的就是朱凱迪 他們說這是別人的自由 他們說要主張香港要怎樣 我又不會反對他們 我又不是主張獨立 你們是這樣的態度 那你有什麼辦法 等於你去年當暴力事件很多時 你們不肯去譴責那些暴力 譴責就譴責政府 譴責所有暴力 所有暴力 你們要看看為何會暴力 首先是因為政府做錯 你覺得不是嗎 你一句政府做錯 責人放火也可以嗎 真的責人放火 那倒是沒有殺到人 警察打到這麼多人都沒有人 一個警察就沒有被捕 你想想 警察老實說 在這樣的情境 我都看到 有些的確應該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但這又要公道一點 你對比香港的局面 還有外國 美國好 法國好 西方這些最講民主自由國家 警察打死人 就馬上被捕 你這幾個月看到了多少 你都說看到了多少 警察立刻被捕 警察 那不是 香港一個人都沒有捕 其他人就捕了超過一萬個 你不要在這裏 香港何時有這樣弄死人 警察 你開槍 你們對證在這裏開槍 都沒事的 你走去私人檢控 證據收回 算了 那就是這樣 算了 當然算了 社會撕裂就是這樣 主席 如果明年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算 北京可能到時又不讓選 但如果真的有得選 你猜現在那群民主派議員 是否全部都應該被取消資格 不能入圍去參選 不會是全部民主派 但現在那四個 四加十五 好像是誰說 那四個有誰說 他們應該 應該終身被禁 不不不 他們要有些 要他 唐英年 唐英年 叫他後悔 叫他去懺悔 叫他 叫他認錯 有些表現 改過自身的表現 那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 甚麼叫你不知道 你同意唐英年 你無緣無故要說他的名字 你同意就不同意 那是你說他的名字 你說那個人 我提醒你 但你同不同意 那 那 的確是 真的要他認錯 如果由現在 一直到明年 七月 提名期 他們的表現 是沒有任何東西 足以令明年的選舉主任 說 我相信他們 我相信他們真的 由本來去年的選舉主任 說他們 不擁護 不效忠 現在 我有理由相信他們 是真誠擁護 效忠 那他也要 那沒事 解得明白 是真誠擁護 那其他十五個呢 因為那十五個 我留意到 他們總辭後 港澳辦和中聯辦 發表相當強硬的聲明 中聯辦和港澳辦聲明的內容 如果明年的選舉主任 不拿來參考 我會覺得很奇怪 真是慘 那你叫我看 你叫我看 是否拿著 這份裏面 說得很清楚 他就是挑戰 甚麼基本法 甚麼中央管制 這本身就是 死定了 就是一條罪 譚耀宗說他正違反了人大的決定 人大常委決定 好像甚麼都說了 那他是常委 他有開會 他知道 所以這件事 當然 我自己就覺得 我上個星期做節目 跟梁家傑一起 他認為這本身是北京的意圖 他說我們一早都說了 你一DQ幾個 我們全部就要辭職 所以北京也早知道 所以他現在的目的 就是想你們全部都離開 那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我不相信 北京的意圖就是 計算了 一動你幾個 全部都掃 不是 甚至就好像林鄭這樣說 都不會因為泛民 不停地點人數 就認為這班人不應該去議會 我覺得不是這樣 所以不等於說 北京不會容許 有任何民主派的人在議會裏面 但是那15個人 就是因為有了這件事 總辭這件事 是不是會變成取消資格的理據呢 這件事我公平也說 好像譚為主也有些同意 你這麼重大的一個決定 就是你決定這個人 是沒有得參選 不僅 即是給高級的官員做 如果他是在任議員 立即喪失議員資格 有了這件事之後 那是很大件事 合不合理呢 不僅是人的問題 是程序的問題 整個機制 現在才說程序 都過了 都沒得做才說程序 那些區議員 你覺得是不是 現在人們很害怕 區議員一分鐘又沒得做 我怎知道 因為我問誰 你找中聯辦 找官來和你談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